那當然如果說今天你已經下載好了 它應該是像這樣的一個執行檔 那你把它點兩下 那這個地方它安裝完之後 它其實就 就我發現它其實就是一個7ZIP 一個ZIP檔 解壓幫你解壓說而已 所以你就把假設 如果你是用安裝的方式 就按照那個步驟 一個一個把它做完 那這個環境其實就可以把它打開 那因為它的那個檔案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光跑 有時候要跑一下下 那這個是方法一 安裝的方法 那方法二的話 如果說你不是用安裝的話 這邊有個執行 那你可以從那個雲端上面去抓 我那個已經裝好的可吸板 把它解壓說其實就可以用 至於怎麼用 也許我們待會 這個講完之後 再來看 那 這邊有顯示出來 要不要uninstall 那我不要uninstall 我裝在另外的地方 它有找到了 那我裝另外的地方好了 那特別是第一個 它會秀出這個畫面 它問你說你要不要裝什麼東西 那這全裝 它裝哪些東西 一 Android Studio的什麼 它的那個 就是基本的開發環境 第二個是它幫你裝最新的SDK 可能會裝25吧 至少25 不過其實我自己跑起來 我覺得25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穩定性其實還是不是很好 所以有時候 也許我們練習 有些地方也許可以用之前比較穩定的版本 那另外還有就是那個Virtual Device 這個應該模擬器的相關的東西 所以會幫你裝三個 那下一步 在Agreed 在同意 它裡面有寫一堆 不過那應該沒有人會從頭把它看到 其實它寫什麼 其實我從來沒看過 通常是同意就對了 那再來的話 你要裝哪裡 理論上會裝在C碟底下 會裝兩個東西 一個是Android的開發環境 另外一個是Android的SDK 那通常我不太會 我習慣上 我不會把它裝在那個C碟底下 因為理論上 我會把它放在我D碟底下 那我D碟的話 我現在應該夠 7G多應該 因為我D碟是那個SSD 然後裝的話 然後這個地方就直接 第一個是把它改成 這邊把它Delete的掉 我通常會這樣 把它改成D碟 直接裝在哪裡 裝在D碟底下 D磁碟 那這邊的話 我習慣上會是一個Android的 這個版本 H233好了 那可能不知道有沒有一個重複 我剛剛叫這個 好像沒重複 我也許名稱叫Android233 那我的開發環境放這裡 那我的SDK放哪裡呢 前面的路徑一樣 後面的路徑改成那個什麼SDK就好了 有沒有那個SDK 這邊E拿掉好了 也就是說都放在這個目錄 D碟底下的那個 那個233的這個 那開發環境放這裡 SDK放這裡 把它分開兩個目錄 也就是在那個開發環境裡面 還有兩個目錄 那往後的話 我如果要啟動的話 從這邊啟動 那它會自己去 再來你設定的時候呢 你就設定到它裡面有一個SDK 然後它就會自動把它做連結 那它設計其實不像那個以前Visual Studio那麼方便 Visual Studio完全不會問 反正你裝好就好了 那Android Studio就會把它分開來 那這可能稍微注意一下按下一步 那要不要加 幫你加一個那個選單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把這裡面的所有東西呢 都幫我怎麼樣 通通把它裝在我剛剛指定的D碟底下 所以你在D碟底下 會看到有一個Android的233 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Android Studio 那等一下也會有一個SDK OK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裝完畢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把這個環境給啟動起來了 這個是Android Studio安裝方法啦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裝 那這個好處是說 如果像有一些電腦環境 是C碟會還原的話 那沒關係你未來怎麼樣 把這個Android233複製 直接怎麼樣 放到你隨身碟裡面 然後呢 將來你換一台電腦 把那個目錄再Call到 那一台電腦裡面執行就好了 那你想說 可不可以直接在隨身碟裡面執行 其實也可以啦 不過倒不太建議 為什麼 因為一般的隨身碟 那個執行的速度啦 有時候存取的寫入啊 讀取的速度太慢 之前我也試過 跑的真的是慢到一個不行 所以最好怎麼樣 可以放在一個SSD的環境裡面 再讓它安裝 再讓它跑 這樣跑起來的速度 會是最快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個 我們的那個安裝 那裝完畢之後 可能要跑一下時間 裝完畢之後的話呢 那它會是像這樣的一個 我直接來把這打開 那怎麼去執行它 往後呢 不用去那個程式集裡面找 記得就是在 Android Studio這個目錄裡面 打開這裡面有個Bing Bing裡面的話 你把它直接打開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面呢 就會有兩個執行程式 一個叫Studio.exe 一個叫Studio64.exe 那為什麼這個執行會有兩個呢 其實到底很簡單 這個Studio是32位元的執行檔 64是64位元的執行檔 所以呢 如果說你的電腦裡面裝的JDK JDK 假如是32的話 32的話 那你就執行這一個 可是如果你JDK是64的話 那你就執行這一個 那如果兩個都裝了呢 那你執行這個跟執行這個 都可以 OK 所以這裡要特別的注意 就是那個對應的關係 那這邊的話 它還在跑 所以等它稍微跑一下 那 這個是第一個安裝的方法 不過這個方法 可能還是需要 從頭一個一個慢慢去做 而且比較容易做錯 如果你擔心 比較容易做錯的話 那方法二就是 你可以到雲端上面 把這一個 那個可吸板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 放第一疊解壓說出來就可以了 你就把它解到低疊 然後打開之後呢 各位看到那個低疊裡面的東西 其實也會是 我剛剛的這個 這個畫 23有沒有 裡面兩個目錄 那這邊理論上是 應該是已經完成了 然後裡面大概就做這些事情 下一步 把它怎麼樣 啟動起來 START一下 Finish OK 好那 這裡 我想 我先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了 那如果 已經有下載 下來的話 那就 試著看看 照著那個步驟 先做做看